大家好,欢迎收看片周记 明朝有这么个皇帝 他当完了太子当皇上 当完了皇上当俘虏 当完了俘虏当太上皇 从敌营里被放回来 在皇城里又被软禁了七年 后来在一次既没用又多余的宫廷政变中 又重新当上了皇帝 大明朝发生的两次最重大的变故 他都是其中的主角 这位经历神奇的皇帝 就是大明的正统天子 明英宗朱祁镇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 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 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皇长子 母亲是孝公张皇后孙氏 朱瞻基就是我们讲过的 那个喜欢斗蟋蟀、斗鞍蟲的皇帝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收看关于斗鞍蟲的那期节目 说朱祁镇是正统天子 是因为他的第一个年号就叫正统 很霸气 也隐隐地预示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最终结果 朱祁镇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叫朱祁玉 这兄弟俩年龄只相差一岁不到 朱祁镇很受他这位皇兄的宠爱 经常出入皇宫陪王半嫁 俩人从小感情就很好 有点像明末的天启和崇祯这哥俩 也是兄有弟公 很和睦 有一次小崇祯在玩的时候 随口就问他哥天启皇帝 说 哥 你这工作我能干吗 旁边的小太监听见以后 脸都下白了 结果天启笑了笑 说 好 我做几年 就换你来做 结果一语成谶 历史上对于朱祁镇的评价 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 爱得爱死 恨得恨死 所以呢 咱也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就仅仅是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 不夸张地说 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极具戏剧性的传奇 明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两次变故 都让他赶上了 哪两次变故呢 一次叫土木宝之变 也有叫土木补或者土木铺的 发音咱这就不做考究了 另一个叫做夺门之变 而土木宝之变 也正是夺门之变的起因 下面咱们就分别来说一说 正统皇帝朱祁镇继位的时候才八岁 明朝老朱家的后代 明朝老朱家的后代 从明成祖朱棣之后吧 都有个特点 叫做生于身宫之中 长于妇人之首 不像清朝有严格的皇子教育制度 读书 旗舍是一样都不能少 明朝的皇子们都是在后宫里被百般呵护着成长 从小就被人哄着供着 缺少对世界的真实认知和历练 所以当他们主政以后 柔弱的内心无法面对 也无法处理残酷的政治冲突 于是就开始摆烂逃避现实 一头钻进自己的小天地了 比如木匠皇帝朱游教 而有些则变得刚愎自用 唯我独尊 进而把江山社稷玩坏了的 比如秦政的王国君崇祯皇帝 还有就是今天的主角 正统皇帝朱祁镇 正统初年 因为素有贤明的承孝昭皇后张氏 也就是当时的太皇太后还在世 在她的主政之下 三阳 也就是杨世奇 杨荣 杨普等前朝重臣 继续推行 任宣之治时期的各项政策措施 所以仍然保持着设计稳固 国泰民安的光景 但是好景不长 从正统五年到十一年 张太后和三阳相继离世 不再受到约束的朱祁镇 就开始剑走偏锋了 首先就是宠信从小就陪伴着她的大太监 王振 几乎到了言听设计从的地步 而王振王公公也抓住着宝贵的机会 愤而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与此同时 蒙古草原上的瓦剌部 在首领野先的带领下 用了六年时间逐步统一了蒙古诸部 正统十四年 也就是1449年 野先兵分四路 进攻大明 自己则亲率数万大军 进攻山西大同府 由于北县多年无战事 早就懈怠的大明军队 很快就败下阵来 消息传到京城 满朝文武一致认为 蒙古骑兵虽然勇猛 但打不了持久战 我方只要拱卫住京城 其余的就是坐等瓦剌的进攻 逐渐衰竭 之后再缓图之 这时候的朱祁镇呢 刚二十岁出头 对军国大事 可以说是啥也不懂 听完以后 就愉快地同意了 可谁成想 就在几天之后 朱祁镇在王公公的怂恿下 突然下旨 说要御驾亲征 选择的路线 是走青河沙河昌平县 南口青龙桥康庄子 怀来沙城保安夏花园新庄子 好 一段地理图的灌口 送给各位 开个玩笑 真实的路线 是出居庸关 经宣府至大同 是要决战瓦剌主力 升勤也先 文武群臣一听之下 是哭笑不得 百般地劝阻 皇上 不作死就不会死呦 可小猪同学的热血 已经被王公公山户的沸腾起来了 满脑子都是自己所向披靡 升勤贼手的画面 根本听不进群臣的劝阻 朱祁镇虽然年轻 但毕竟是皇帝 既然圣意已决 百官也只能听命 东拼西凑出了二十万大军 对外号称五十万 在王公公的陪同下 浩浩荡荡地开往了大同 临行前 朱祁镇任命了自己亲爱的小弟 朱祁裕为监国 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代管国事 简短节说 等到了大同 几个在前线被吓破胆的小太监 晦升晦色地 向王公公讲述了蒙古铁骑的可怕 说他们一个个的是 青面獠牙三头六臂 左手拿三尖两刃枪 右手攥着铁扇子 一扇就刮大风 好嘛 合着吴承恩是按他这个编的西游记 王公公一听之下 心中不由得一惊 好一次凉水浇头 怀里抱着兵 扭头就哆哆嗦的 力劝朱祁镇撤军 咱哪回北京不 朱祁镇一看 自己的大半王公公都给吓完了 他自己也害了怕了 当即就下令让大军撤退 这两军对垒士气为先 这一突然撤退军心涣散 就很难再对敌作战了 这个仗让他打的是直如儿戏一般 说要撤退就撤退吧 也不知道这位王公公的脑回路是怎么涨的 在撤军途中 他竟然还想着让朱祁镇能够驾兴其地 就是让皇上逃跑的时候 能打从他的老家门口经过 这样才能显示出他王公公的面子 光宗耀祖 所以就选择了从大同到渭州 再到紫荆关 然后回北京这条路线 这条线比原定路线 增加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的路程 王公公这是生怕野仙追不上他们呀 可就是走这条绕道的路线 只要行程不再变化 可能也没啥问题 可是王公公是真猫啊 走到了半道 他又突然意识到 这大军要都从他们家门口经过 那不是要把自家的庄稼都踩坏了吗 于是他又去蛊惑朱祁镇 再次改道 沿淮来居庸关一线回京 经过这样来回的折腾 明军上下是疲惫不堪 行军速度放缓 后勤也没能跟上 负面情绪开始蔓延 等眼瞅着到了怀来城外 二十里左右的时候 朱祁镇又不进城了 下令原地扎营 原因是王公公说 要等后边的一千多辆 资重车辆赶上来 再一起进城 其实那也不是什么资重车辆 都是王震一路搜刮来的金银财宝 结果呢 就是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就在这里 疲惫不堪的明军 被瓦剌骑兵给追上了 很快明军的五万骑兵就被全歼 但即使是这样 明军还是在人数上占优 在几个善战的将领指挥下 明军逐渐稳住了阵脚 化解了数次瓦剌人的进攻 紧接着使用深沟高垒的战术 瓦解对方骑兵的优势 准备打持久战 这一下儿局势就扭转过来了 也先是个心思细腻之人 见自己的铁骑兵团久攻不下 于是便用计洋装撤退 在伺机而动 结果也先的最强助攻王公公又来劲了 一看也先撤退了 就赶紧让朱祁镇下令全军速入怀来城 将领们都看得出来 这是也先的诱敌之计 都不同意撤退 怎奈朱祁镇强令之下 只得全军开拔 结果就在数里之外 中了也先的埋伏 二十万大军无人逃出升天 王公公这个骇人精 在乱军中被朱祁镇的贴身侍卫樊中 一锤给拍死了 也算为明军出了一口恶气 而樊中为了保护朱祁镇 也很快倒在了敌人的乱刀之下 乱军之中 只剩下朱祁镇孤身一人 立在战场中央 此刻四周飞溅的鲜血 奔腾的战马似乎都变成了慢动作 震天的喊沙哭嚎之声 也渐渐地离他远去 一匹瓦剌战马向他奔来 马上的士兵已经发狠地举起了马刀 这一刻 这个胡闹了二十多年的年轻皇帝 却只是轻轻地出了一口气 闭上了眼睛 天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 但他血液中的什么东西 似乎正在苏醒 他平静地选择了在死前 守住大明皇帝最后的尊严 就在朱祁镇等待命运降临的刹那 只听一声大喝 住手 士兵迟疑了半秒钟 刀锋从年轻皇帝的脸庞划过 只见一个瓦剌的高级将领走了过来 此人名叫薄言帖木尔 正是首领野仙的弟弟 帖木尔见朱祁镇衣着华贵气度不凡 而且不惊不惧 心中暗暗呐喊 以为是大明的哪个贵族 就带去给野仙看 野仙见了就问道 帐下所立何人 朱祁镇回答 我乃大明天子事业 野仙心说 我信你个鬼 你这小子坏得很 可在简短的对话中 野仙却发现朱祁镇不卑不亢 既承认了明君的失败 但也没有任何贪生怕死的意思 就这份气度 让野仙高看了这个年轻人一眼 但是直到野仙看见 被俘的太监被带到帐中 哭跪在朱祁镇面前 高呼圣上的时候 野仙才确定 这回自己真的是捡到宝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宝之变 抓到了大明天子 野仙想当然地 把这当作了敲诈大明的资本 时不时就带着朱祁镇出现在大同城门外 以朱祁镇的名义降旨 要建这个干那个 要么就是以释放朱祁镇为由 大量地勒索银钱 听到消息以后 朱祁镇的母亲孙太后 妻子前皇后 都希望尽早地把人给赎回来 所以赶紧把宫里能找到的金银珠宝 针丸玉器 装了整整八个马车 运送到瓦剌军营 野仙高高兴兴地照单全收 但就是只字不提 释放朱祁镇的事 前皇后思夫心切 又无计可施 整日躺在地上痛哭 时间长了 竟哭瞎了一只眼睛 由于长时间躺在地上 一条腿受了凉 唠了残疾 走路一瘸一拐的 那么满朝文武在做什么呢 当土木堡大败 朱祁镇被俘的消息传回京城以后 朝野上下是大为震惊 群臣俱枯于朝 不知所措 当时的市长徐成等人 就提出要放弃北京 举朝南迁 如果这样做了 那土木之变 就变成了简化版的靖康之耻 兵部侍郎于谦听后愤然说道 言南迁者可斩也 京师天下根本 移动则大势去矣 读不见宋南渡似乎 就是说 再提议南迁的人应该杀头 难道看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 就在眼前吗 除此之外 于谦也一直主张 设计为重 君为轻的理念 认为国家不可因为皇帝被俘 就被瓦剌拿住了七寸 否则江山设计不保 这个表态得到了 吏部尚书王职 内阁学士陈巡等大臣的支持 在朱祁镇被俘四天以后 他的弟弟成王朱祁玉 正式摄政监国 代行皇权 在朱祁玉的支持下 于谦被提拔为兵部尚书 负责提督各营兵马 保卫北京 之后 于谦在主持北京防卫战时 显示出了高超的军事才能 他力排众议 奏请成王调两京河南备操军 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窝军 江北和北京各府的运梁军 驰援北京 另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 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 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 为彻底摆脱瓦剌 利用朱祁镇作为要挟 于谦等众臣认为 当前最要紧的 就是皇位空缺问题 在朱祁玉监国十天后 群臣以皇太子尚年幼 需尽快确定皇权 抵抗瓦剌入侵为由 尚书请孙太后 立朱祁玉为帝 孙太后自然不想让朱祁玉 登上地位 在她的优先级里 保住自己儿子的皇位 才最重要 之前在朱祁玉监国的赤书里 她就特别强调 皇帝今尚未班师 成王赞踪百官 李其事 就是说 朱祁玉只是个临时代管而已 别想太多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 朱祁镇平安归来的希望 是越来越渺茫 而迫于现实情况 文武百官不断涌来的奏书 也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不得不一再强迫自己 慢慢地接受朱祁玉称帝的可能 而朱祁玉这边呢 却表现得很不想当这个皇帝 史书说 他在这个问题上是退让再三 群臣则不依不饶 有一次被逼急了 他历声说道 皇太子 也就是朱祁镇的儿子朱建深 皇太子在 清等敢乱法耶 这一问让群臣都沉默了 只有于谦站出来说道 臣等成忧国家非为私计 愿殿下宏祭奸难 以暗宗社 以为人心 就是说 我们请求您当皇帝 并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考虑 您得尽快登基 以让国家度过这艰难的时刻 也让大明的列祖列宗放心 于谦的话 让朱祁玉没了退路 这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于谦就和王侄等人 在孙太后的支持下 将朱祁玉立为了皇帝 改年号为景太 姚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但是朱祁玉虽然当了皇上 太子却没有换成自己的儿子 仍然是太上皇朱祁镇的儿子 朱建深 孙太后之所以能同意他当皇上 也是因为这个 因为不管怎么说 这江山最终还是会回到自己的亲孙子手里 当然 这也成为后来的一场立储风波的引线 对于朱祁玉而言 这样的安排也能接受 因为如果没有土木之变 他一辈子都不敢想当皇帝的事 他也不想当皇帝 因为皇兄很疼爱自己 也很信赖自己 他就开开心心地 做大明最有权势的王爷就行了 这一辈子也就得了 可现在他却不得不坐上龙椅 在大明最危急的时刻 带领群臣抗击异族的入侵 而敌人手里还握着他和整个大明的软肋 朱祁镇 这或许就是天命的安排吧 很快也先就发现 朱祁镇这个皇上被火速地代替了 自己手上这张王炸 重要性大打折扣 也先当即立断 率军攻破紫金关 直扑北京 起初他还幻想着 朱祁镇愚微尚在 能以此逼迫明军打开城门 却发现如今的明军 根本不吃这套 因为以朱祁育为核心的 新一届领导班子已经形成 抵抗一族入侵 保住祖宗的基业 成为了第一要务 至于太上皇朱祁镇 您将永远活在大明百姓的心中 至于您当下的人身安全 我们是顾不上了 也先彻底失望了 但来都来了 不打一仗就不合适了 于是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打响了 上文书咱们说过 在这段时间里 在新皇朱祁育的充分信任之下 兵部尚书于谦 已经把北京的防务工作 搞得相当完备了 外有地方各路军种的池员 内有九门守军的丛新组编 城楼上还装备了火炮 这样的先进武器 于谦本人则亲自披挂上阵 帅大军在德胜门外迎敌 京城内外 军民是人人奋勇 各各争先 实在 居民生屋 毫乎投砖石机扣 化声洞天 经数番激战过后 瓦剌军死伤惨重 被迫吸撤 第二年春也先又来扣边 被大同总兵官郭登击败 自此瓦剌军只得退回塞北 被命运挫败的不止是野先 朱祁镇起初坚信 他的臣子们定会不惜代价的就自己回去 可是等啊等 一直等到大明新皇以立 他这个筹码对明军毫无意义之后 这位从小就认为 整个世界都是围着自己转的年轻皇帝 才开始慢慢的产生了现实感 在冰冷的事实面前 他逐渐意识到 原来失去皇位的加持 我本人就啥也不是了 成了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nobody 我曾经以为拥有整个天下 可到头来 却只是被这天下所拥有而已 野先兵败之后 曾经奋而拔刀要杀朱祁镇 看着气势汹汹走过来的野先 朱祁镇只是自嘲般的摇了摇头 坐直了身子闭上眼睛 等待命运的裁决 野先一生戎马 见过太多的生死 但面对这个能从容赴死的年轻皇帝 一时间他的气势多少还是被震住了一些 这一刀呢就没挥下去 当然不杀朱祁镇还有别的考量 但他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又添了一份认可 据记载 朱祁镇来到塞北以后 野先没两日向他进阳一支 七日进牛一支 逢五逢七逢十做宴席 虽然和大明的皇宫没法比 但还算过得去 但问题是他身在狄营 身边的蒙古贵族们 在祖上都吃过他僧祖父 明成祖朱蒂的大亏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了 要是几个月前 他可能真的活不了太久 可现在 在经历了被国家抛弃 被家人遗忘 从权力的巅峰一脚跨进地狱 在午夜梦回痛彻心扉的领悟之后 他的生命迎来了蜕变 被皇帝的光环所掩盖的性格特点 开始显露 他正在慢慢地变成他自己 随着时间的流逝 除了野先之外 其他人也感受到了朱祁震的人格魅力 一开始看管他的蒙古士兵都瞧不上他 在他出入帐篷的时候 还时不时地伴他一下 每次被绊倒 朱祁震都是默默地爬起来 不发脾气也不告状 在寒冷的冬夜 他会把看守自己的士兵 叫到帐篷里来取暖 分给他们东西吃 还把自己的被褥给他们盖 时间一长 这些士兵都把朱祁震当做朋友一样看待 野先的弟弟贴姆尔 从战场上把朱祁震捡回来的时候 就很佩服他 此时更是常伴左右 还带他参加家族内部的聚会 到了后来 大汗野先甚至提出 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朱祁震为妻 朱祁震很感激野先的信任 然后十分干脆地拒绝了 理由是他成过亲了 妻子前世还在家乡等着自己 让大汗的妹妹做妾 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按理说你一个俘虏 大汗让你做自己的妹夫 这就算一步登了天了 这是多少蒙古大好男儿的梦想啊 而朱祁震却以家中 以有妻子为由给拒了 这里还有一层意思 因为朱祁震不知道自己这辈子 还能不能活着回到大明 现在身在敌营 如果娶了大汗的妹妹 那么在政治上 从此自己就是安全的 前途也是光明的 所以听他拒绝了 身旁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都在等着野先的反应 但野先听了他的回答 并没有预想中的暴怒 反而更加觉得 嗯 看来他之前不是装的 能放弹生死 不图富贵 这小子确实与众不同 朱祁震肯定不是个好皇帝 但除去这层身份 只看他自有的品格和性情 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绅士 一个具有贵族气质的人 再看大明这边 朱祁震与临危受命 立足南迁言论 着生于谦等能官 击退野先 这上任的三把火烧得很漂亮 也赢得了朝野上下的肯定 可是呢 自己这皇上当舒服了 对营救自己哥哥的事 就不怎么提了 之后野先屡次派人求和 很多大臣都上书 想着趁此机会 把太上皇朱祁震给接回来 朱祁震都给冷处理了 一次上朝 众人又很不开眼的 哪壶不开提哪壶 朱祁震就说了 屡以为言 何也 就是说 你们老说这个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吏部上书王直说了 皇上啊 咱得去接去啊 不抓住这个时机 将来那得老后悔了都 啊 朱祁震一听就生气了 大声说 朕本不欲登大位 当时见推 时出清等 意思是 当初我就不想当这个皇帝 结果你们往死里逼我 潜台词呢 是说 那现在我都当上这皇帝了 你们又要把前皇帝接回来 这接回来以后 你们想把我往哪摆呢 群臣一听这话 都有点傻眼 没想到皇上会这么说 场面就尬住了 要说还得是鱼牵鱼的人 不但打仗打得漂亮 也深暗帝王心术 他站出来只说了一句话 就化解了将军 他说 天位已定 宁父有他 就是皇上 您大位已登 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变化了 这就算呢 是代表群臣 表了态了 朱祁震听了这话 脸色才好转 说 那行吧 千儿啊 你们就看着办吧 后来大明派出了两批使团 回访瓦剌 但是呢 这两次的使节 都是朱祁霓随便选的 而且朝廷既不出钱 也不给礼物 国书也写得很不客气 跟挑战书似的 里边也根本没提 朱祁震的事 第一位使节李时 一看这个架势 就知道上边的意思了 所以等见到朱祁震以后 就发生了这段 非常搞笑 又让人叹息的对话 俩人见面先寒暄了一番 然后朱祁震先是问 我妈还好吗 我弟还好吗 我媳妇还好吗 李时说 都好都好 请太上皇放心 朱祁震又问 这边天气寒冷 猛人的衣服 我又穿不惯 你给我带衣服来了吗 李时说 啊 呃 臣走得急 没带 不过臣和随从 有几件自己穿的衣服 您先穿着吧 啊 那倒不要紧的 呃 这边每天都吃牛羊肉 你带来咱们中原的吃食了吗 啊 臣走得急 没带 臣这儿随身带了几斗米 要不您先吃着吧 啊 啊 嗨 这些都是小事 不要紧的 只是 我在这儿都待了一年多了 怎么不见皇上派人来接我呀 呃 这个嘛 臣实在不知 朱祁镇又说 你看啊 现在呢 也先已经答应让我走了 你回去告诉皇上 派人来接我吧 只要能够回去 哪怕是只做一个老百姓 哪怕给祖宗勘坟都行啊 说到此处 朱祁镇再也忍耐不住 痛哭起来 身为太上皇 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真的是只想回家而已了 结果 李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并问出了两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 李时说 太上皇 您如今落到这步田地 才想起来以前的好吗 太上皇 您有今日 只因为宠信燕人王阵 既如此 当初为何要宠信这个小人呢 一个小官敢用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问题质问太上皇 史书里要不写 恐怕各位都不信吧 朱祖宗 朱祖宗听到此处 历经沧桑的心中并无恼怒 只有无尽的忏悔和难堪 只能微弱地辩解到 我宠信王阵 错在我 但王阵在的时候 群臣都不出声 现在却把责任归结于我 现于篇幅 咱们直接说结果 最后还是第二位使臣杨善 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 没花一分钱 就让野仙送回了朱祁镇 贴木尔和一帮蒙古汉子 一直把朱祁镇送到边界 才依依不舍 撒泪而别 这段时间 他们之间的这段友情 是真挚的 景泰元年八月 被俘一年多以后 太上皇朱祁镇 终于回到了北京 朱祁玉把他安置在 皇城内的南宫生活 并派了一支军队守卫 相当于被软禁了 但朱祁玉对他这个哥哥 还是可以的 最初几年 除了大臣和皇亲 不能探视以外 他的母亲孙太后 可以正常出入南宫 皇后前世 也陪着朱祁镇 一起住在南宫 这个前皇后 就是咱们之前提到的 为了营救朱祁镇 花光了钱 哭瞎了眼 洞瘸了腿的那个 前皇后 朱祁镇回来以后 看到妻子变成这副模样 内心十分愧疚 也十分感动 对前皇后是加倍的好 而前皇后看到 丈夫平安归来 内心是平安喜乐 本本愤愤的 在南宫相夫教子 平时在做一些针线活 贴补家用 从不抱怨命运的不公 前世的德行 可以说是非常好了 而且朱祁镇的几个儿子中 在南宫出生的就有三个 明代的皇子成活率并不高 如果南宫的生活条件很差劲 他也很难生养皇子 朱祁镇其实已经很庆幸 有这样的结果了 就打算这样和妻子 孩子们在南宫中老了 怎奈树欲净而风不止 后来发生的两件事 让朱祁镇的心态 发生了一些变化 第一个是义楚事件 之前讲过 朱祁镇虽然做了皇帝 但太子还是朱祁镇的儿子 朱建深 朱祁镇一直想立自己五岁的独子 朱建记为太子 但由于朱祁镇这一脉 才是皇室的正统 所以支持义楚的朝臣并不多 甚至连他自己的皇后汪氏 都明确反对 为了让群臣同意 朱祁镇竟然想出了一个 拿钱贿赂大臣的奇招 最后太子还是成功更换了 但也引来了一些人的反对之声 从这件事上 朱祁镇明白了 这朝堂内外 还有不少支持朱祁镇的人 这不得不让人警觉 谁知道仅仅一年半以后 太子朱建记突然夭折了 由于没有其他儿子可以补力 一些大臣很快就提出 要恢复朱建深的太子位 朱祁玉怒了 自己今年才二十六七岁 再生个儿子不成问题 你们如此急于 立朱祁镇的儿子为太子 意欲合为 于是他把提出建议的大臣们 打入了诏狱 同时又很努力地生儿子 甚至把当时的名记 李希尔招入内宫 但最终都没能再生出儿子来 第二个事就是金刀案 有个叫软浪的太监 在南宫照顾朱祁镇的日常生活 工作很尽心 朱祁镇为了表示感谢 把自己随身的金刀送给了他 软浪的徒弟王瑶看到这把刀之后 非常喜爱 于是软浪就又转送给了王瑶 谁知王瑶拿着金刀到处炫耀 被人告到朱祁玉那里 说是南宫谋父皇储 移刀求外应 意思是朱祁镇图谋复辟 结果软浪和王瑶双双下狱 好在软浪致死都不肯做假供 诬陷朱祁镇 这件事才算平息下来 但从此以后呢 对朱祁镇的软禁力度可就加强了 不但交雇了宫门 增高了宫墙 还砍去了靠墙的大树 连纸笔的供应量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 但是朱祁玉从没想过要娶他哥哥的命 尽管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 只要他流露出一丁点这方面的意思 底下的人立马就会心领神会 制造各种意外把人解决掉 但朱祁玉没有这么做 朱祁镇始终活得好好的 景泰八年正月十五 一直努力生儿子的朱祁玉 突然重病不起 就叫人招武清侯石亨前来 让他代行祭祀活动 石亨是个极具野心之人 得知朱祁玉的真实病情后 他立刻就联系了 私设监太监曹吉祥 都督张月 和左副都御使徐有珍 这个徐有珍就是当初土木之变时 建议朝廷整体南迁的徐城 后来因为名声太臭改叫徐有珍 石亨说 景帝并已沉重 如有不测又无太子 不若趁势请上皇附位 倒是不适之功 其实他们这么做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当时已经病重的朱祁玉 已经活不久了 他又没有其他儿子 皇位注定会回到朱祁镇这一脉上来 无论朱祁镇是否去复辟 这天下都是他的敌长子朱建森的 但是对于石亨几人来说 不管皇位归属于谁 他们是捞不到好处的 但若此刻把软禁在南宫的朱祁镇 请出来复辟当上皇上 那他们可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 于是一场仓促的阴谋 拉开了序幕 正月十六日晚 徐有珍自称夜观天象 子微星宜 今晚就是最佳遭反时机 石亨等人于当晚 以边境游景 许增兵入位为由 率领一千多名精营兵 经长安门进入皇城 并顺利到达南宫 途中遇见的皇城守军 竟然无人敢过问 由于南宫大门被加固 最后众人用锯木 把墙撞出一个大洞 才得以进入 朱祁镇看到黑压压的人闯进来 自以为死期已至 谁知众人皆伏地跪拜 口呼万岁 朱祁镇平静地问道 你们是请我复位吗 这事务必审慎 徐有贞说 皇上没时间审慎了 快走快走 众人簇拥着朱祁镇直奔大内 到了东华门 守裕士兵上前阻拦 朱祁镇站出来说道 我乃太上皇师爷 守卫一看 又还真是太上皇 于是就放他们进入了皇宫 众人直奔平时上朝的奉天殿 此时天色已经微亮 过了一会儿 群臣余冠进入奉天殿 进入以后 却赫然看到 殿上端坐的并不是景太帝朱祁玉 而是被幽进了多年的太上皇 朱祁镇 百官们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都呆立于朝 这时 徐有珍站出来高声说 太上皇 父必已 朱祁镇接着说 景太帝并重 群臣迎镇赴位 清等各安原职 百官虽然震惊 但毕竟眼前这位 才是先帝指定的 唯一合法继承人 因此 百官便一起跪拜英宗 山呼万岁 就这样 这场历史上著名的宫廷政变 夺门之变 诡异地成功了 当朱祁镇接受百官朝拜的时候 朱祁玉正在挣扎着书席 准备临朝 听到中古齐鸣 他问左右 莫非是于谦反了不成 其实在朱祁玉心中 手握重兵的兵部尚书于谦 更加值得警惕 底下回说 不是 是太上皇 复位了 朱祁玉听霸点点头 说 好 哥哥做 很好 就躺回床上 睡下了 没有人知道 他此刻的心境如何 而受到朱祁玉怀疑的于谦 此时已经做好了 赴死的准备 夺门之变发生时 手握重兵的于谦 如果想出手阻止 那是手道擒来 但他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史学家分析 夺门一事 于谦事先是知情的 但他认为 如果以武力相抗 自己身家可保 而英宗景帝 势必不能两全 虽然他清楚地知道 复辟成功 等着自己的 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史学家们说他是 公盖可以不死 而故以一死 保全社稷也 于谦拥有权力 而弃用权力 在关键时刻 以身家性命保全社稷 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 在处死于谦的同一天 朱祁镇下诏赦免天下 并改景泰八年 为天顺元年 被软禁起来的景泰帝 朱祁玉 被废为成王 并于夺门之变 一个月后死去 年仅三十岁 正史上说 他是病死的 也史则是说 他死于太监之手 坦白讲 朱祁玉这个人不错 皇帝当的也比他哥好 他心思细腻 为人谦和 能为大臣们着想 知人善用 决策果断 赏罚分明 政务处理能力也强 他还会画画 对书法也很感兴趣 而且还编过一本书 叫历代军舰 尤其是他对他哥 朱祁镇的态度 要知道 罪是无情帝王家 皇位面前无亲情 可他从不忍心 对他哥下手 尽管他清楚地知道 这样可能会产生的结果 是什么 夺门之变成功后 石亨 曹吉祥 徐有贞等人 被一个个的封关禁绝 但最终 这些人的结局都很惨 石亨 曹吉祥等人 以谋逆罪 被下狱或诛杀 徐有贞遭到流放 后来疯癫 他们为了权力而疯狂 但最终 都死在了残酷的权力斗争中 好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